很榮幸 又可以成功当选 我本人对于新的选举制度 觉得非常完善 亦有进步 因为今次的选举制度 是更加有广泛的代表性 尤其是加入了我们青年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香港很需要的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以及以后一段日子 我们全局青联 青年界的选委 我们亦会和广泛的年轻人更多沟通 希望可以做到我们一个桥梁的作用 是香港的青年和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桥梁 希望通过今次选举 亦都可以认得多些年轻人 以后投身在香港的治理工作 以及对香港未来的发展 可以更加努力出力 今年亦都很开心见到 其实在这个新选举制度之下 是首个选举 所以在这个选举 我们亦都见到 其实是有一个新气象 因为在今次完善了香港选举制度之后 我们都见到可以落实到爱国者治港 亦都可以推动到梁正善治 这是我们香港亦都很希望可以见到的情况 因为可以减少纷争 亦都可以更加专注于去解决我们的经济 社会甚至乎青年人的问题 所以我都很希望透过今次选举选举之后 尤其是很多青年的代表都可以进入这个选举会 亦都可以将青年人的声音带入去 从而可以更加选到一个有效 去解决青年人问题的管治者团队 其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是很重要的 因为首先第一 这个管治者他要了解爱祖国 一定要爱香港先 其实真的要和国内待接触 我都希望将来的一个参选人 他要了解到香港的文化 和内地的文化、两地的文化 接合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东西未必说绝对对、绝对错 但是要明白到我们国内的一些文化 才可以令我们香港大陆更加融洽地去发展 因为今次是有第五个界别的这个机会 都令到特别是我们这个界别的青年人 可以将很多青年的声音带入这个选委会 当然了我们的跟着来的工作 更加是会更加赶放地去聆听多些青年人的心声和意见 帮助他们去解决困难 接着将更多的不同的心声 不同界别的青年人的心声反映到绝委会 我希望以后可以给予多些机会 香港的青年可以去到内地去做实习 去工作、去创业等等 亦都希望可以好好地去服务 和帮助到香港青年的发展 我国者治港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后面可以好好地将这个 让香港青年有更加多的国家观念 因为有国才有家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帮助到青年 在这方面会知道这个观念 我认为我们全国青年香港委员这一次 真的进入选委会里面 我们需要充分地发挥我们这个平台的作用 要为青年来解忧排难 多提出一些有利青年发展的一些政策 而且我们也要把青年的声音带入选委会里面 多与社会各界全面交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